闻世界微光,在尼泊尔,相亲结婚其实是在平常不过的事,父母会根据双方家庭背景、经济状况、个性长相,去为孩子挑选对象。 我们都知道,自由恋爱不一定代表幸福美满,相亲也不代表走入痛苦的婚姻。 门当户对,理论上来说,是两方最容易维持关系的条件。 不过,在尼泊尔结婚,新娘哭丧住脸很正常。 有句艳吕说,新郎要笑,因为这是他人生最后一次无忧无虑的笑,以后就要负起照顾家人的责任。 新娘要哭,因为这是他人生最后一次哭,以后丈夫会好好照顾他。 只是,在现代尼泊尔社会,这份好好的照顾,经济上的意义或许大过于实质陪伴的身影。 青壮年男性到海外大工,寄钱回家,是今日尼泊尔常见的现象。 许多男人一毕业或成婚后就出国工作,赚取比国内优沃许多的收入,而工作合约一千,几乎都是三年,五年,这期间或许只能回一两次家。 因此,女人走入家庭,却是一个没有丈夫或父亲的家,为担心家庭在这里随处可见。 正在进行印度教婚礼的新人。 照片提供戴叔林。